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此 凡是钱百万放债 借十两以内的都是一分息 借百两以内的是二分息 借千两以内的是三分息 人们都说钱百万不是在放债 而是在扶贫救命 所以从来不会赖他的钱 第二条 按期收放 别人放债 而前百万都是按期收放 初一 十五放债 初十 月底收债 其余时间就是吃喝玩乐 人们知道他的规矩之后 平时都不会再去打扰他 因此他也乐得自在 这真是把生意看透了 把日子过活了 第三条 看向放债 从来不管信用怎样 家底厚不厚实 他只看面相 如果看着顺眼 你借少了他不高兴 如果看着不顺眼 你借多了他也不借 原来 钱百万当年在海上做生意时 通过两眼来看 便能知道一个人的好歹吉凶 自然要多放债 所以借出去的银子 没有收不回来的 当时 南海县有一位穷书生 叫马良 因为家里太穷 只好放下书本 转身开了个杂货店 但即使这样 也是越过越不景气 几番都想找钱百万 借些银子 万一相得不好 等于是送上门去 被人轻贱 所以一直没有去 但是日子太穷 马良实在过不下去了 心想 别人相面还要花钱呢 我如今不费一分一文 去找钱百万借钱 借与不借先不说 正好还能问问自己的终身之事 何乐而不为呢 等到钱百万放债的日子 马良便写了一个无两的借据 去钱家借钱 钱百万的买卖确实很大 门口排了很长的队 比官府升堂还要气派 凡是借钱的 把票据交了 钱百万一个个的从头看到脚 因此 有些人的票据被改小了 有些人的票据被改多了 改少了得自怜命穷 当然不高兴 改多了得自称命好 只高气扬 马良看着一个个借钱人的表情 就有些后悔来了 但没办法票据已经交了 正在这时 相貌身材与自己几乎一样 马良心想 这个面相与我相同 他若先上去 看完他的得失 就知道我自己的急凶了 刚想完 那人就被钱百万叫到跟前 上下打量了一番 看票据上的数目是五百两 钱百万笑道 兄弟 那人说 我与你相比 是穷了些 但家里还有千金博产 只因在家里闲不住 想借些本钱到外面跑跑 我借的银子都是有底头的 怎么会还不起 钱百万说 看你这个尊相 别说千金 就是百金也留不住 既如此 省得出去受那奔波劳碌之苦 那人说 你不想借就算了 至于这么寒着人吗 说完 扯着票子气呼呼地走了 马良在一旁听了 心想 我的钱也别借了 就想上去要出自己的票据 没想到却被钱百万叫住了 谁能想到 站起身来 眉开眼笑地说 失敬了 然后再看一眼票据 发现只借了五两 便大笑道 看您这负面相 将来的家财不在我之下 为什么只借五两银子 听了刚才那人的一番话 马良以为钱百万在取笑自己 说道 借五两银子还怕你不借呢 干嘛这样讽刺我 养百万又把他的手拿来看了看 捏了捏 说道 你这个财主 我敢打包票 不管你借五百两 还是借一千两 我都敢借 马良美好气地说 既然你这么看好我 你就看着家几两吧 钱百万说 几两 几十两的生意 岂是你做的 你今天就借五百两 无论你做什么生意 肯定赚钱 而且不需要费你的力气 也不需要辛苦 在家做个安稳财主就行 随后 而且还请他在家吃了饭 马良无所谓 带着五百两银子便回家了 二 马良回家后 看着银子发呆 想到 天下竟有这样的骑士 长得一样的相貌 有千金产业的 钱百万一分不借 我这家图四壁的 难道真是要做财主不成 钱百万就是做海上生意发家的 不如我也去海上拼一把 随后 马良便去找做海外生意的客商商量 说是想跟着他们去海上犯些货物 顺便看看外国的风光 那些人因为他会读书写字 也就不收他的船费 马良将五百两银子全部买了绸缎 然后装船一起下了海 马良之前读书的时候 有各客印章的爱好 随身带着几枚把丸 见了东西就想往上印一下 坐船的时候 马良显着无聊 别人都笑话他道 你家买卖真大 货物上都要做个记号 难道还怕别人冒任去不成 马良听了 也不搭理他们 这时船公突然大喊 飞云来了 要起风暴了 准备进岛 大家忙活了半天 刚进岛 只见怪风大雨一起来到 还针先翻了几只 过了半天 雨收云散 马良他们刚要收拾东西出岛 只见岛上冲出一伙强盗 虽然人不多 但各个手持刀枪 跳上船说 快拿银子买命 船上的人健壮 跪在地上求饶道 我们的银子都买了货物 这时有个相貌堂堂的强盗头目 站出来道 我们只要货物 不要银子 银子就赏给你们做盘缠吧 把货物都给我搬到岸上来 货物被抢完后 强盗便放他们回去 满船的人都是愁眉苦脸 失声痛哭 埋怨道 累得大家都遭殃 马良也恨自己命穷 一是受别人的埋怨 二是无钱还给钱百万 所以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 没过几天 马良便回到了家 心想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即使银子没了 也要跟钱百万说个明白 钱百万见了马良 吃了一惊 问道 兄弟 你做的什么生意 这么快就回来了 即使得利 也应该再弄上几个来回 怎么这么快就来还钱 马良一听 羞得满脸通红 只能将自己的遭遇 告诉了前百万 说道 都是我命不好 辜负了您的期望 估计这辈子 是还不上前了 只好等来生 做牛做马 以报你的恩情吧 本来等着前百万一顿 狂风暴雨 可没想到 前百万不但没生气 反而陪着笑脸道 做生意 哪有总赚不赔的 像当初我出海 做生意不怕赔 只怕歇 你可不能因为一次失利 就打退堂股 一次大输 必有一次大赢 今天我再借五百两给你 你再拿去试试 马良道 老元外 你的本钱丢一次 也就够了 难道还想丢第二次 钱百万说 人们都要笑话 我眼力不行 你放心地去 只要把胆子用足 千万别因为 不是自己的本钱 而放不开 那样就真赚不到钱了 这样吧 明天正好是放钱的日子 我先对你五百两银子 明天过来取就行 三 第二天 而且对他说 银子你先拿去 万一这次再有差池 你一定要回来向我借 我是不会看走眼的 早晚把你扶出个财主来 马良回家后 心想 钱源外 倒是好心 可他说 那话 不是好彩头 这次务必要谨慎 此次我先把二百两银子藏好 只带三百两银子出去做生意 若是顺利 下次再全部带上 万一遇到意外 还能留二百两银子保本 随后 马良带着三百两银子 去湖广泛米 一天住店的时候 马良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仆 这位老仆的家主是襄阳的良官 因为借良进京遇到土匪 把回批劫去了 到了省里汇报 官家不信 便把良官囚禁起来 如今老仆正是要进京去取文书 往来盘缠需要三百两银子 他还说自己的主人是个清官 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马良虽然同情他 但也爱莫能助 两人同行同诉了几天 一天早上 马良见自己装银子的口袋没了 去找店家说店里有贼 找了半天 发现只少了那个同行的老仆 马良知道银子是被他偷走了 追了半天 只能沮丧地回到家中 马良心想 幸好还留了个后手 若是依了钱百万的话 现在又一分钱没有了 随后便把之前藏好的二百两银子取出来 仍然去湖广泛米 这一天 马良正在等米 问道 你是上个月找钱百万借银子了吗 那人回答 是去借了 但他没借给我 马良说 我说 看着面熟呢 那天我也在 心里非常替你不平 只见那人说 钱百万虽然说话值 但看人确实很准 从他那里回来之后 千金加产费去三分之二 现在把家里的田产都卖了 还有二百两银子 如果赚钱还行 如果赔了 那就真被钱百万说中了 马良说 他说 坏事一说一个准 说好事却不准 随后便将自己的遭遇都告诉了他 那人说 以后 家业不次于他 原来就是您啊 真是失敬了 两人聊了一会儿 便互相通报了姓名 原来那个人也姓马 叫马善 也在南海县居住 因为两人长得一样 姓氏相同 便相约结拜为兄弟 马良为弟 马善为兄 这一天 店家来通知 说明到了 两人听说后 马良让马善先去买 马善回屋取银子 突然大叫一声 不好了 银子被人偷了 走出来便埋怨店家说 我房里并没有别人往来 想必是你们店家趁我不在 把银子偷了 那是我的身家性命 你若给我找不回来银子 今天我就死在你的店里 店家说 我这店开了几十年了 同所无期 这银子还得在你们同房贡宿的人身上去查 我哪有钱赔你们 马善说 这房间里只有我这个弟弟 店家说 你这兄弟是后来结拜的 不过是萍水相逢 你信得过他 我可信不过 马良有些听不下去了 说道 你这样说 便是怀疑我了 那把我的东西拿出来搜一搜便是 店家说 当然要搜 马良气愤地回到屋里 让马善来搜 马善不肯 马良自己打开布袋 取出一包银子 说道 这是我自己的二百两 如果再有一包 那就都是你的了 店家说 怎么也是二百两 一些零头都没有 怎么这么巧 店家问马善 你的银子是多少亿封 可还记得 马善说 这些银子是我的身家性命 当然记得 便把银子的封数和件数说了一遍 店家又问马良 你的银子怎么装的 你记得吗 马良说 我的银子藏过多时了 封数记得 剑数却不记得了 店家说 也不像个有银子多时的 打开看看 对一对就知道了 当着两人的面 店家打开了银子 竟然与马善说得一模一样 马善仔细看了银子 说道 树木都对得上 只是纸包与字迹对不上 店家说 你是睡觉睡傻了吧 还不会换个包装 如今银子查出来了 你们爱认不认 别赖我就行 说完 就出去了 马良在一旁气地目瞪口呆 马善开口道 兄弟 这是怎么办 我若不认 我的银子 确实丢了 一家性命难保 我若认了 我看这样吧 不如各认晦气 每人分一半银子 去做本钱吧 马良说 这是什么道理 如果这是我的银子 你一分也认不去 若这是你的银子 我也一分不要 事事都可以仗义 只有这包银子 做不得仗义 兄长若让仗义于小弟 小弟若让仗义于兄长 那我就甘为小人了 两人争来争去 最后 马良说 还是赌咒发誓吧 如果你发誓说 这银子是你的 我就空手回去 如果我肯发誓 这银子肯定是我的 你也休想拿走 马善说 贤弟不要这么固执 还是依了我 一人一半吧 这时 早就围过来一些人 替马善不平道 你的银子 为什么要分他一半 又对马良说 我们在外做生意的 就怕遇到你这种匪人 赶紧算了房钱 走人吧 马良虽说人穷 但是有血性 对天贵败道 这些银子 如果是我偷他的 让我如何如何 他只表了自己的心 没有咒骂别人一句 说完 背起包裹就走了 马善过意不去 瞒了众人去追马良 非要分一百两银子 给他 马良死活不要 自己回到南海 哭诉自己命穷 不堪扶植 钱百万 还想把银子借给他 但马良死活不要 在家安心当起了 教书先生 四 且说马善得了银子 因为争承了一日 错过了买米的时间 只剩下了几百蛋稻子 马善心想 省得耽误时间 结果还没来得及充米 因为有了变船 便将稻子先拉回了瓜州 没想到 当时淮扬两府闹计划 把稻子都当米吃了 等到春天播种的时候 连稻种都没有了 马善的这几百蛋稻子 正好派上了用场 成了抢手货 转眼间二百两 就成了两千两 随后马善又往京城 泛了一次茶叶 也是赶上当年疫病大作 人们都争相买茶止渴 所以又赚了一笔 马善赚到钱了 心想 钱百万说的话 不可信 恨不得现在就去找他 打他两个嘴巴 马善倒来倒去 竟然把本钱攒到了三万两 最后一次 马善从苏州犯了绸缎 准备回广东老家 到了家之后 把货物都放在船上 妻子见马善回来 大惊小怪地问道 你这大半年都去哪里了 怎么活下来的 马善说 一本百利 如今成了大财主了 妻子更是诧异道 你一分 本钱都没贷 拿什么赚的钱 马善说 你什么不意思 当时我们不是把田产 卖了二百两银子吗 这就是本钱 妻子说 你那二百两银子 现在还在家里放着呢 马善一听傻了眼 妻子说 马善走后 他才发现银子 还在床上放着呢 本以为马善能回来取 谁知 他一直没有回来 今天见了 倒说自己成财主了 马善一拍大腿 叹道 哎 银子是赚着了 但负心人也做够了 妻子听后说 本钱虽是那个人的 但石韵却是你自己的 只把那二百两银子 还他就是了 马善说 你怎么说话呢 有本财有利 我若不是靠他这些银子 别说赚钱 连回来的盘缠都没有 当时把银子 错拿也就罢了 我成什么人了 如今 只有连本带利送给他 随他分我多少 一来是赎罪 二来 也说明 我不是有意复心 妻子说 你靠自己的石韵 赚了这么多银子 怎么能白白送人 你就是都给他 他只会说是 本钱上升出来的 这不是傻吗 马善不再理会妻子 在家住了几天 然后拉着货物 去南海找马良去了 见到马良住的地方之后 简直寒酸得不成样子 马良教了几个孩子 正穿着个破衫打瞌睡呢 马善见到马良这副样子 一个进而的道歉 两人相认之后 马善说 当初一别 我已赚了有三万两 都是托兄弟的福啊 今日过来找你 一是想赴京请罪 二是想连本带利 物归原主 请你查收 马良被他说糊涂了 马善就把回家之后 与妻子的那番话 都告诉了马良 笑着说 看来我的贼名可以洗脱了 这是你肯说出来 小弟就已经感激不尽 那还有其他念想 马善说 若不是靠你的银子 就没有我的今天 这一年连本带利赚了三万两 如今全部奉还 如果你念我们的结义之情 也算对我一番苦劳的奖赏吧 马良说 大哥 你不要矫情 哪有自己得来的富贵 白白送给别人的道理 我若受了你这些银子 自己反而不是人了 后来两人互相推让 都不想要 最后 索性不争了 两人先喝酒再说 两人偶然谈起钱百万来 马善说 亏他自己说会像面 我看一点也不准 如今我做生意 如此顺利 虽说不是自己的银子 但兄弟多少分我一些 我再去做些生意 还愁不能发达 我明天就去找他 好好地羞辱他一番 一分都没还 不好意思去见他 马善说 现在有三万两的货 在那放着 随便给他些旧事 马良听后 高兴极了 第二天 正是钱百万放银的日子 马善故意装成一副穷酸像 而且写了一张 一千两的借据 然后对家人说 给他银子 没问题 马善说 老园外 您看仔细些 万一银子要不回来 可要后悔 钱百万说 若是去年借你 肯定要落空 今年借你 不会落空的 马善说 原来您认得我呀 为什么去年来借钱 今年 怎么又借了呢 钱百万说 我看你的面相 没有发财的命 只是今年脸上的气色 与去年大不相同 去年看你 不但做生意不赚钱 而且还有官司 我能把钱借你吗 今年就不一样了 看着顺眼 说明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所以说 别说你现在借一千 就是两千 我也借给你 不过我有句话要提醒你 你自己的福分有限 必须要靠着个大财主 与他合伙做生意 需沾他一些食蕴 若你出去单干 虽不舍本 也只是赚些迎头小利 见心事被说中 赶紧跪下道 老园外不是凡人 是神仙下凡点化众人的 您说得太准了 这时 马良也走过来 把两人的遭遇 都对钱百万说了 钱百万哈哈一笑道 我是不会看走眼的 你马良看似舍本 实际却赚了大钱 没费一分力气 却赚了上万两银子 确实在家 当了个安稳财主 这时 在场的人都认为 钱百万能通审 佩服得五体投地 钱百万 接着说 对马良说道 这笔钱财 你此事辞不掉的 别嫌我说话不中听 如果马善不把银子送回来 就是三十万 他也留不住 如今 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你们一个出了本钱 一个出了利器 银子就对半均分吧 两人听钱百万说后 也都不再推辞 当天晚上 钱百万大百宴席 三人痛饮了一番 五 第二天 到家之后 看见大门被撞得粉碎 妻子在家叫苦连天 一问才知道 原来马善走后 有几百个土匪 听说马善赚了几万两银子回来 便想过来打劫 见马善不在 便绑了他的妻子 想让马善拿钱换人 但等了几天 无奈便把他妻子放了 马善叹口气道 钱百万真是活神仙 他说 我若不是做这件好事 银子也不会留下 现在果然应验 如果把货物留在家里 早被土匪抢走了 现在还好 分了一半的货物 妻子觉得自己之前不对 只是说 如今有了这些东西 乡下是住不得了 趁早进城吧 马善说 钱百万 让我跟定一个财主 看来只好投靠马良兄弟了 随后 马善便挨着马良 买了一栋房子 专心帮马良打点生意 两人因为长得像 一天 马良对马善说 我们有这么多绸缎 放在本地卖 利钱不大 你何不带上东西 飘洋过海去看看 说不定能赚些银子呢 马善觉得马良说得有道理 便把妻子托付给他 自己择日启程了 是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的 刚上任就在寻找一个 叫马良的当地人 要带他过来相见 差人找到马良 马良说 他与知县不认识 不想去见知县 差人不同意 硬给他绑了去 马良到县衙的时候 里面有个老人 先是看了一眼 其实他俩根本不认识 两个人只是客套了一番 把马良弄得云里雾里 便回了家 后来 知县又请他喝了几次酒 相邻见知县这么器重马良 有什么事情 都来找马良帮忙 马良违法乱纪的钱 一点不赚 就这样 在知县的影响下 不到一年 马良竟然白得了五六千两的好处 这一天 马良实在忍不住了 便问知县 我与老爷前世无交 为什么这么看顾我 知县说 我见你是个稳妥之人 所以实话告诉你 因为借良进京吃了官司 老仆救我心切 当时偷了你三百两银子 这才让我官复原职 我本来是想把银子送还给你的 但没想到竟然来南海任职了 知县说完 便让老仆出来磕头谢罪 马良说 你也算个义事 可敬可配 马良绝口不提此事 与知县交往更加密切 再说马善飘扬出海 赶上顺风 不到一个月 便到了国外 一天 听说公主府中要买绸缎 行驾领马善上门 请驸马出来验货 只见那位驸马出来 魁梧有形 还会说汉语 问道 叫什么名字 马善说了自己的籍贯和名姓 驸马问道 有个南海的马良 是你兄弟吗 马善说 正是不知道千岁 怎么与他认识 驸马说 当初我带人飘扬 坏了船只 抱住一块破板子 挑到一座岛上 后来纠集了几个人 然后来到这边 国王见我 生得魁梧 便招我做了驸马 我一直都想把 捷来的货物 连本带利还给国人 但是不知道原主的名字 里面只有一些绸缎 上面印着南海马良的字样 所以一直留心查问 没想到今天遇到了你 麻烦你给带回去 你的货也别卖了 我全包了 过了一晚 驸马派人送来两份银子 一份是货钱 一份是还给马良的钱 过了一段时间 马上平安回到南海 见了马良 将路上的奇遇 都和马良说了 马良惊喜道 竟有这么好的石韵 而且 祈福 都是从货水里得来的 真是让人诧异 银子让人冒领 结果百倍 奉还 路上遇到拐子 结果还是个忠义的拐子 海上遇到的强盗 还是个忠厚的强盗 这可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后来 一直没有娶妻 千百万觉得 她是个人物 就把自己新寡的女儿 嫁给了她 他们夫妻和谐 一直富了几代 此故事由民间故事改编 旨在宣扬正能量 与封建迷信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相信看过故事的人 都会觉得 马良命好 个人认为 还要学学马善 马善错拿银子 后来 竟然连本带利 还给马良 这才是真正的行善 正是因为 自己做了一场大善事 所以 才能逆天改命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相信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命由我不由天 做好事 必然有后报 即使犯了错误 也要知错能改 浪子回头 正所谓 多行善 行善必有福报 莫作恶 作恶必遭天谴 别忘了 不妙 小伙子回头 当地上 不妙 不妙